我們來看一下Office的建立文章進來 一樣的 你要編輯的話在這邊 如果像我剛才有一些新生進去的 你要繼續編輯 這裡有個 你又可以從這邊再繼續編輯的環境 進來的時候 一樣我們直接建立網頁 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是Office上的文件 有沒有看到一個雲端粒的圖示 你就點下去吧 不過你第一次用的時候 因為他不知道你的雲端粒的帳號 除非你是又付過帳號成立的 不然的話要麻煩您在這裡 在右上角的這個地方 您的帳號名稱 叫管理雲端服務 您要在這邊去設定一下 您的那個 付過的帳號 要允許他能夠 觀眾能夠授權 去存取您的雲端粒的力量 就是這個地方 這樣了解 我因為這邊沒有設定 所以我又另外找 我用這邊 這樣我會不會講太多 老師稀收不太 有點齁 我把這個講完 等一下呢 再加上一個那個 比較快的 都是資料方式 你一看過之後 那我就 把時間先留給大家 看稍微討論一下 比較不會都是只有我在講 翻轉教學一個很重要 混擾自己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要考慮一下 來 這邊 你看我網列 這邊網列 解開它 解開這裡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一個蠻熟悉的畫面 有沒有 這就從雲端粒的 把雲端粒抓進來 那你的教材有兩種方式 一種呢 是已經 放在雲端粒上了 你可以直接通過收拾 或從這些 直接去走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如果你的教材 還沒傳上去的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叫上傳 你就直接從那個傳上去 當然我比較鼓勵第一種 為什麼 你用這個直接上傳 它會放在你的 更不容易下 久了還是會亂 尤其不幸福 亂了 比沒有還傳 很多東西 你流失亂丟而已 家裡面很大的人 就不會仔細收納 所以看日本人會收納 就是讓人通勤很大 那要想盡辦法 然後這裡篩一點 那裡篩一點 對不對 對啊 好 你看美國的風格 就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地藏戶口的 所以你在這邊就找到 那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檔案類型 直接來搜尋 你看一下 有沒有很多檔案類型 一般大家老師 比較常唸OBIS的就是 Word 簡報 比如說我們拿 那個Word檔 我這樣一點 它就會找到這些 那麼您可以看到 W這個就是 我們有兩種文件 上面這一種就是 部分文件 也就是您可以直接在線上 你直接編成 下面這一種 是原生的 也就是只能看不能改成 好不能改成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找到這個 用這個 好 用這個 選舉 好 老師發現什麼事情 請問 標題有沒有 自動幫你抓進來 有沒有 重點是下面 我們的下面這邊 有沒有 注意到您的教材 一樣可以呈現在網邊上 因為魚專頁也看得到 這裡就看得到 除非魚專頁也看不到 比如說您是一個 什麼DIP的檔案 那當然它就怎麼講 或者是比較 不一樣的類型 不然的話 你看我們這樣按 好 主持 我們就實際打開來看一下 你看你的檔案 那你就直接直接在裡面 要不要像以前一樣 還要轉成網頁的格式 然後再給同學看 這樣不是 脫褲 對不對 了解意思了 就是你的 本來握的檔案 就是數位 握到檔案 它就直接直接在 題目上而已 那你要放大縮小 當然就是告訴你 這樣也是可以放大縮小 沒有什麼不好 一樣的 這個是 我們可以找到 照顧看一下 如果你是 Office的檔案 其實你透過這個方式 就會很快就放進來了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